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节目时间 今次谈外围的市况 外围大家都只关注一件事 就是连续两天 美股甚至环球股市都有一个这么大的跌幅 后市究竟跌完了吗 首先谈谈美股方面 道指甲猛曾经在盘中跌过1500点 还说是市场跌得最多的单日跌幅 是不是升了这么多 都要跌了 吐了这么多出来呢 我想今次有回调 大家会估计到 但未必每个人都估计到这么深 你看见港股年升16个交易日 然后美股呢 我们可以看一幅图 由17年 即是开局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大回调过 这幅图呢 就是日线图 由2017年开始 我们看到整段的上升 是没有回调过 今次这个回调真是很夸张 甚至乎 在16年的时候 它曾经有一些大的调整 当时是一个举怕加息的时候 有一个调整 我圆圈这里圈出来的位置 曾经有个调整 事实上在16年调整之后 之后呢 之后都没有再 一路 都可以调整 根本上都是很微小 那我们见到呢 它整个pattern 都是很平均 平均 都有一点得人害怕 那我想呢 整体呢 赚得最多钱的strategy 就是一个叫低波幅的策略 应该是可以赚到最多钱的 但是当然了 这个世界 没有可能是给你赚得盡的 那给你赚得盡的 就不是市场了 那么 今次有一个大回调呢 都颇为了 就是少少抹后跑 应验了我们的节目 就说过了 留意几个时间窗口 有机会出现回调 那第一个呢 就是特朗普国情之民 国情之民 叫少少烟幕 但是呢 他又没有宣布到 一些叫做 谋役战上面的概念 那第二个窗口呢 和美国的关系都大了 就是联储局的新任主席 鲍威尔的上任 那哇 厉害了 这位鲍威尔一来到 市场就跌成这样 那就是都有消息传出 那就是说 其实耶伦呢 就本身打算继续做的 那但是 就是特朗普劝他不要做 那就放了个叫做靈活性 比较高一点的鲍威尔上来 那市场也都会担忧 就是见到上个星期五的 非农业新生职位数据良好 数据良好 理论上带动美股 但是现在的玩法 是反转的 数据良好 再加上这个时薪的增加 是3% 大家就开始怕通胀了 那怕通胀呢 美国国债的知识率就抽高了 美国国债知识率抽高的情况下 大家就会怕 即是未来的市场流动性一个紧绝 这个当然是预期 现在流动性仍是充裕 在欧美市场方面 所以呢 乘机大跌 那一跌呢 那变成什么效果呢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市场是很多 是algo trade去主导 那些algo trade 那些都是跟着momentum去做 很多个strategies 或者看一些 他们自己一个数学算术上 不断调整 和再定义的一个指标 那在这些指标的情况 即是大家一起 同时融入的情况下 那便做了一个这么大的跌市 那大家看到标普500指数 在挑战2900点 失败之后 现在就回到2648点了 那我看这个调整呢 有机会持续到 就是齐头2600点 才叫做 比较可以 就是确定 去再看它是不是去有后抽反弹 我想会再跌多些 因为现在市场的structure 你看到呢 它缓慢的升市 一直很缓慢 那我想跌小呢 应该一跌 就会跌得是比较急些 就是有点顺势而为 这个感觉它的意味比较重 嗯 我们一直在说 牛市 现在 但是这两天的跌幅呢 就是说美股方面 这两天的跌幅 其实已经清晰了 2018年的1月开始 甚至说12月 2017年的时候 是的 都清晰一点 那算不算是 已经是牛市的过去 还是现阶段回调完 才是步向牛3呢 我想传统理论 牛1牛2牛3 就是当时去想这些叫做 叫做pattern出来 其实市创底和质地 真的有点不同 那现在多了algo trade 我想市的行法 就跟以前就不尽相同了 那现在呢 在algo trade的情况下呢 其实就有少少是可以 它背离了基本面 突然间去刺 尤其是美股 就是这么久的波幅 那么低 那么我想呢 今次都是一个叫做窗口 被它将这么久以来 积存了的一个动能 一口气去释放出来 所以你说牛市是不是完呢 我觉得完就未完 但是跌幅呢 都可能有机会 会给大家想象中预期 就是比如 我看着20天线 看着50天线 好像都已经不太行 你看到美股 就是它一下子 划穿 就穿得可以很离谱了 但是它一直 你看到其实它一直很平均 站在10天线上面 偶尔的20天线 差点的日子 跌一跌50天线上回来 都没有插得那么深 那么我想今次呢 你问我是不是完全释放逆转 我觉得就未必 就算它真的跌得很厉害的话 之后都会有后抽出现 但是我预期这个跌幅呢 综合来说 有机会都可能持续一至两个礼拜 持续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看到其他 就是外围的股市 包括欧洲 亚洲跌得厉害 日经指数 在整体大家都叫做技术位 一起穿破的时候 有机会就更加触动到 那些程式盘去做出一个 沽出的策略 那方面就更加是 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效果 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我觉得都是维持 一两个礼拜左右 不是一个整体的 叫做大熊市出现 因为我看回那些避险资产 又不是真的升得那么紧要 那通常如果是真的跌市 我想那些避险资产 应该会抽上来的 抽上来的原因 有机会有些春光鸭 知道基本面会出现一些问题 可以配合这个跌市 那也都是 就是传统这个 我们看开整个叫做 宏观的经济 互相相互之间的关系 通常大跌市都会配合避险资产上升 那现在我又不太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 一个调整居多 但会调整得比想象中深一点 嗯 我看到它可以跌成这样 甚至不单止是美股 甚至环球 已经去到 那夹方面 其实内地上证指数 都叫做可以顶住一下 是的 但现在看到今天上证 都好像没什么力 会不会连接过 波及到阿爷方面 阿爷一向都好像 不理小时 自己有自己升 自己有自己跌的嘛 那上证指数方面 现在最新报 3416.5 跌了70点 跌幅都算多的 都整个2% 那上证指数 我看过主要的支持位 就会早些出现了 3300的 那我们看看日线图方面 是的 那我们可以看看日线的图 没有呢 那其实现在呢 那我们看到 都叫做是一个回调的情况 那看到阴阳烛跟我们 本地市场看开 是有少少少调转 因为它绿色是跌 红色是升的 那我们看到它去到 3587点 那其实都叫做 几次突破不了 那并且在阴阳烛形态上面 都是带一个上影线去收市 那所以呢 一下子呢 现在呢 都是一个叫做回调的势头 那这个回调的势头出现 其实它跟外围又不是很搭掉的 就是它跌又跌先了 那但现在呢 它跌人家跌得那么厉害 它跌得没有那么深 那暂时如果看回线来说 它现在呢 就叫暂时在那三十天线附近在那陪回 那如果上得回那三十天线上面的话 那可能会 就是弹得回上去 但暂时好像又不是很乐观了 因为碰过一下三十天线 又收回上影线下回来 那我预期它有些跌幅 那但是暂时呢 就看因为之前近三千三附近 叫做有一个叫做好淡增池 或者是那个交投密集 比较大的区域 那所以我现在暂时看 上证指数支持位呢 就是三千三百点的 那当然了 这一个呢 都会有对港股呢 有一个都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不妨留意一下 如果上证真的站得稳的时候呢 港股可能都会近 就是叫做这一段调整的尾声 那我预计出现的时间呢 就会在一至两个礼拜内的 嗯 会不会是 就是 大家就外围跌的时候 然后上证还没开始跌呢 会不会都要追回一个落后 追回一个跌幅 是的 会不会都要跟回一个跌幅呢 那看回基本面呢 其实上证你说的下跌 就早了出现呢 这个都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见到呢 早前的日子呢 叫做阿爷呢 就没有什么放水下来 那有一个叫做是 就是一个静收水 那近日呢 都是一直在炒作 都是叫做 流动性紧绝 臨近农历 新年越来越近都炒作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呢 和这个负面因素 都已经某程度上 慢慢都叫做 入价的比例都挺高的 所以你说会不会去追回外围跌 我看未必说真的会完全去追得贴 始终一直你见到他都不是很跟外围去玩 相反香港恒指呢 就有机会呢 会和外围就比较在贴近一点 那我们见到 就是香港恒指 我们放回长一点点看 由去年一月开始来到计 其实他都曾经五次触碰过 这个五十天六十天军线扭带 那今次已经是第六次了 但是今次是叫做跳空下跌下来 跟之前不同的 之前下来都是有些迹象可尋 所以我在这个六字打了个问号 究竟今次会不会反弹上去呢 我看今次可能会在这个六十天线再低一点 才能反弹到 暂时我们见到刚刚好 今天暂时的价格 站得稳在六十天线那里 但是我预计今次应该会再跌得深入少少 那我看什么位置呢 我看港股的支持位 如果你要稳定一点 真是想低捞 即是你不是捉过反弹浪去顺势的话 你真是低捞 我就会看上升轨的底部 上升轨的底部 拉出来的条线去到哪里呢 真是大约站稳在整数三万点附近 所以我觉得比较实正一点 应该都要看三万点整数关口 三万点的话 即是要去2017年11月左右 是的 没错 那大家审慎为主 那我们先去广告 去完广告回来 再讲其他的商品货币 回到节目时间 刚刚上我们就讲到恒指 恒指点幅又扩大了 跌了1,400点 3,078点左右 距离你刚才所说的三万点目标 就好像跌了 是的 越来越近 如果你说要达到的话 可能在一天里面再跌 因为一天就已经达到了 我们一向都是见到美股跌 接着我们这边就叫再跌到少少 既然我们现在都跌了1,400 美股那边跌1,000左右 再加上期货跌的话 其实如果金介法行至明天 如果今晚不再跌深一点的话 应该都跌完了 说整体的升跌幅 都不只是看恒指本身 我们看回亚洲股市来说 都是叫做情况 短视不太乐观 我们看到日经指数跌成5% 如果从宏观经济去看 如果今次跌市其中一个誘因 是美国的通胀 因为我们看到薪金的调升比较高 3% 加上升增值位又高 如果是担忧通胀的话 我觉得这一样 就是对通胀的担忧 未必会持续到很久 第一 我想美联储局最不想见到 尤其是新主席上任 最不想见到就是跌市 今次的跌市 我想有机会影响到 未来三月的加息进度 有机会 如果真的市场不好 可能就不加注 可能就会放缓 在这样的叫做 鸽派的风雨 如果预期会吹出来的情况下 我相信市场 就会带动好些 因为过往 叫做如果联储局 发放一些鸽派宣言 来到说 市场其实通常都是会跌市 慢慢都可以升得上来 这个是其中一样 第二样就是实际上 环球的通胀会不会提升到很多 其实一直在说 这么多的国家 印银子都是想推动通胀 但事实上有几大基本面原因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和传统经济的看法有些不同 有几大原因 令到这个通胀是涨不起来的 第一就是现在的共享经济 加上高新科技的发展 其实是挟止了通胀 因为我们看到资源的运用 就比较更加 efficient 就是叫做消耗和需求 是少了 试问这样 又怎样可以再涨起来呢 第二样就是 我们看到 譬如美国 就算有1.5万亿美元的基建 有机会推动到通胀 但其实看回最主要 就是做基建 其中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的而且 基建是放缓的 那概念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看回之前十年数据 中国其实平均每九个月 已经是做到1万亿基建 1万亿美元的基建 那么现在中国一路呢 就是我见到我们的发展 其实已经慢慢吹向稳定 就肯定没有之前 那么大量的投资去做基建 那试问如果基建 慢慢是去增长 是降低的情况下 那些天然资源价格 我不会觉得 即是降得非常之离谱的 虽然之前是有个足底回升 我们见到有息金属 见到一些油价都是这样 但是会不会真的 升到离谱 令到整个整体的通胀 提到很高呢 我觉得又不会 那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下 在一个通胀 不是真的会 预期超级剧烈的情况下 这个加息 或者是令到流动性紧缩的 一些货币政策 会不会很快推出来 我觉得就不会 市场始终多水的情况下 现在这一种跌势 都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叫做 期间的一个调整 而并不是进入熊市 所以这个是我不担心 市场跌下去 但是会变成熊市的原因 就是在这 是不是因为 都是大家跟着你这个因素 去这样去想 所以那些避险资产 好像这两天里面 譬如金价好像 市场又跌了 差不多成千多二千点 但是金价位 好像不多 我们的钱都去哪 是不是真的去债市 是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金价 其实金价 都真的没有什么移动 在这个大跌市 它就叫做 勉勉强强 我们看图 就跳过 一个十天线 叫做 不上不下 都是一个横行的状况 你问到我 它会不会很快突破 1365 这些位置 或1370 如果从图表上看 我不会很特别 会 但你说会不会跌下去很深 暂时又没有看到方向 其实金价 就真的没有什么方向 如果真的有一个基本面 或者叫做 将会有些大消息出来 而推动到它跌得很厉害 所以说 金价应该会有些反应 现在金价未见到反应 我就不觉得会很确认 现在是由牛市转红市 另外我们可以看回 这个贪婪恐惧指标 其实贪婪恐惧指标里面 恐惧指数是高的 虽然恐惧指数是高的 但相应地 都已经是整体反映股市 叫做那些避险产品 因为避险产品 你知道 会是比较长线一些 或者是一些基金去投入 现在市场恐惧情况高 但是高得来 不见到避险资产 又突然有一个大的资金 去涌入代表 会不会很奇怪 这个恐惧相对是短线 所以看相对是比较恐惧的短线 至于你说资金是否涌入债市 我们见到又不是的 因为我们见到 譬如那些国债的利率 还在升 代表资金最少 就不是涌入国债 你说譬如其他 如果这个贪婪恐惧指标 这个恐惧指数是高 那又见不到资金 是涌入一些比较低级别的债券 可能一些叫做 这段期间 有些叫做比较投资级别 比较高一点的债券 暂时会短期都受到一些追捧 我想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至于会不会持续下去 那些钱 推回债度 然后令到资息率去低下 然后再股市变成下跌 我暂时看不到这样的调头迹象 如果说钱没有流去金 这些避险的话 有没有又去到新兴些的避险 就是虚拟货币 这个虚拟货币真是厉害了 不单止是没有钱推过去 并且跌得非常之深 真的和股市大家不相伯仲 我们见到虚拟货币里面的领军的比特币 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那现在比特币真的跌得深 8000元的位置 叫做守不住之后 现在都直逼6000 最新报6454 那最高价比特币是去过接近2万元 现在跌到6000多 我想短期里面大家都不太敢闹货 如果这样跌 通常顺势而为 因为比特币我们很难看它基本面 纯粹从情绪上驱使 买卖盘驱使 我想可能有些人会趁一下热闹 因为有期货市场 就可能一起去沽空一下 一起去追沽一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都要去到差不多5000元的时候 然后才可以去再想一下 甚至乎碰了5000元 看到明显反弹 才再想它也不次了 因为近日我们都知道 这个虚拟货币市场 不止是比特币一个大跌 譬如那些以太币 或者瑞波币 或者比较新兴的NEO 那些全线都是下跌 有些甚至乎可以几天之内跌了一半 其实都蛮可怕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不建议大家 在这个时刻 立即入市主 即是说 长远来看 你觉得还有价值在 不过现阶段 可能真的要避一避奉天 是不是这样呢 长远 Cryptocurrency 一定是有价值的 政府去禁止它 是的 但不同国家都出手了 是的 代表它在一个去中心化的力度 是真的有了 那不同币呢 其实有它不同的 features 最后什么币跑出 我想经过这波跌市 一个整合的情况下 可能会放长双眼看多几个星期 甚至乎一两个月 我想慢慢都会有一些 叫做比较突出的虚拟货币 会慢慢会再重新整个位 龙头位置可能未必再是比特币 这个大家都可以留意 如果想有些另类投资选择的话 都可以留意一下虚拟货币 我觉得整体虚拟货币是有价值 但至于哪一个是龙头的花落谁家 就值得拭目以待 我们刚才说了金 又说了虚拟货币 不如说到另一个商品 就是说到油方面 因为今天看到港股方面 跌得比较深的时候 油股比港股整体跌得更加多 究竟油价是否发生了什么事 你这个时间去问真的好 因为如果从技术分析上去看 刚刚突破66位置失败之后 其实情况就更加差 突破66失败 每一次想突破 都是当日嗨一嗨 之后下回来做不到 看到现在直接穿了十天十三天的一个扭币 一直下来 并且昨天是一支大音笃下来 如果这样看的话 其实都跌势有机会持续 如果比较不好的情况 应该都要试回50天 这个加权平均线 大概去到61.5位置附近 距离现在还有一个半跌幅 最新报63.42 其实关于油价方面 都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出现了 就是礼拜五 这个美国转油台转井数的统计来说 看到转井的数目又增加了 增加了当然不好 就是在供求关系里面影响到平衡 就是供应有机会在未来会增加 并且需求不变 甚至乎需求的前景 大家有点怀疑的情况下 油价都趁高位去调整 暂时调整目标 就是61.5位置先 纽约其由5岁 譬如持有8357的朋友 都可能要看一看 应该会跌得再深一点 刚才你所讲 无论是股市方面 金市方面 甚至油方面 好像暂时 都不知买哪样好 刚才又跌了两样 现阶段是否真的用现金为主 就看定所有东西都不要入货 这些时刻 通常要看你的资金 是做长中短线和资金的量多不多 额多的人当然 第一 可以博一下反弹 叫分段去买一下 第二 其实它防守力亦都比较强 但是相反你资金少的话 我就不建议在这些一刀插下来 就是去摺这些跌下来的刀 就不好了 你反而等它站稳了 慢慢反弹上来 混合技术指标 你宁愿不吃头那一层 但是呢 之后慢慢再品尝 这一个叫做的市场的升浪 就更加好 但是现在你见过美股 摆明是把刀来的 你怎样接呢 在这些位置 起码我想要反弹 站稳在之前的成交密集区域 2680 标普500指数2680 上方起码两至三个加日日 等它站稳了 并且有一定上升动能的情况下 先好去趁势去拿货 现在如果再跌深一点的话 其实都可能会先看2600 所以暂时不建议去跌这把摺下来的刀 2600都保守了 如果再深一点 去之前的成交密集区域 相对比较底部少少的位置 就应该是2500附近这些位置 如果跌得深一点的话 有机会去到这些位置 所以现在接刀就不好了 美国是一个领先的指标状 我想美股一路 还有下跌动能的话 港股都应该要捱一段日子才行 一至两个礼拜 好了 这一节我们都觉得很负面 大家都是不要乱够买东西 继续观望为主 好了 我们星期四节目时间 就和大家见面了 谢谢大家